然後還有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 一個六歲的小弟弟 然後他也說頭影響突 我心裡就很不忍心 想說你六歲 你也跟著人家這樣 摳摳摳摳摳來 我就說 你在那個車上 你要找個位置坐 你要握緊 他說沒有沒有 好像聽起來高級一點 他說你爸爸在哪裡 他指著旁邊 十歲的姊姊在甩鑰匙 對啊 好酷喔 好帥喔 我當時問那個翻譯說 你們不能夠騎個腳踏車 像一些平常的小孩子一樣嗎 他說沒有 我們這邊真的距離太遠了 你騎腳踏車 可能騎到天黑都騎不到 可是十歲就會騎到後面 對 從小訓練耶 十歲 姊姊剛剛來也是頭暈想吐 可見他應該是胚滿快的 那我們全人關懷的洪醫師 對不對 遇到什麼狀況 醫師其實跑很多各地 所以其實就是台灣以外 或者是離島的地區 可是大家都覺得 這些地方會比較醫療缺乏 可是台灣自己本身 也是醫療很缺乏的 還是有這個地方在 所以我們政府的部分 他會辦一些巡迴醫療 就是說一些無醫村 或者是沒有醫療的地區 無醫村都是在山區之類 偏鄉 有些是在山區 有些是在很海邊的地方 通常就是人口不密集的地方 因為你要經營一個醫療院 所以一定也是要足夠的人群 沒錯 所以在那邊的話 開的話幾乎開不起來 大家就不會去開了 那所以這種就要靠各個醫院 去做一些巡迴醫療 所以那時候去巡迴醫療的時候 我們固定都會先放音樂 就是會先放一些台語歌那種 有點像垃圾車的概念 你這有點像小巴掌的概念 那就是你放完之後 他就會知道來啊 要來看 你們快到的時候 就整路就在放音樂 對 就快到的時候 就要開始哄嗓 然後就開始 那種 然後去的時候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們是什麼什麼 就是要 很像要去選舉耶 真的 他就拿一顆大聲 說各位鄉親 我們現在在看什麼 大家出門要去吃 健保卡 讓人要去吃 怕是天氣 太壞 就是村長啊 或是那裡的頭頭 反正就是會開始 叫大家趕快來 沒有 我們都自己耶 都自己講 那是我一種熱視 自己宣傳就對了 那是只有你吧 你特別喜歡這種服務 自己講啊 那所以就是 就靠阿伯就一步一步 就靠就是那種 因為就是這種擺攤 通常會是在廟啦 或者是一些活動中心 結果阿伯就終於擺腳來 那結果後來就山口一看 整片都有點爛掉 最上面沒有爛掉的地方 看起來就有點像是那種 鮑爪 那阿伯也跟我說 這就是鮑爪 那整個山口爛掉 變成旁邊還有化膿 結果有一種惡臭 那就是說你貼這是什麼 阿伯說 就貼那種一種特殊的 一種貼布跟藥膏 我說你這貼布藥膏哪來 他說 就是去請來的 請來的 就是這裡不是 哪裡的 恰恰恰 對... 所以這也不是隨便的拿得到的 我想說怎麼這麼怪 因為那味道真的有點怪 然後結果太太就說 阿伯他帶我去啦 緊緊而已 我說緊緊而已 好 不然我對你去 結果 那時候說什麼緊緊 然後走到就看到 我說 所以就一個那種瓶子 那種搭起來的狀況 那旁邊還有那種一個石像 那可是石像是什麼 你也看不出來 有點風化 就是那種 旁邊又有一些 那種一個籃子 那上面 他說這專制皮膚病的 各種皮膚病都貼這一塊 然後是就放在那邊 讓人家拿嗎 讓大家自己自取 可是你必須要補杯 要補完之後 如果是聖杯那種才可以拿 才可以拿 然後不是的話 你就不能拿 就會只要補杯 補到三個聖杯 就想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到底是誰提供的 因為石像不會去提供這種貼布 他說這旁邊是有一個家族 世代去傳下來的 他們會去定期去提供 因為他們是受到了 神明的感召什麼的 然後去提供民眾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免費的不用收錢 他們從來不收錢 所以我們就也拿了一片回去 想說看他到底是什麼 你有補杯嗎 你拿一片你有沒有補杯 不好意思 有點忘記 怎麼你 好像漏掉一個步驟 那一轉頭的時候就想說 不是不用錢嗎 就再放那邊一轉頭 一個好大一個箱子 阿姨就跟我說 這是看行李自己捐的 他們沒有要收錢 隨喜 可是在箱子上面寫八個大字 心意越大 效果越大 心意越大 效果越大 對不對 他沒有 他說我們這邊都不是 他說這個都沒有在收錢的 我說 這是不是以後我們 大家是不是 醫師看診門口 也是不收掛號費 心意越大 效果越大 然後如果你真的有放的話 我想你報告會寫不完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回去了 就回去之後就開始去看 那個真的聞它味道 真的非常刺激比較新鮮的 也許我們發現它可能 後來去做一些分析 它可能是有點用那種 非常強刺激的 像一些辣椒糕 或是用一些非常強的 一些腐蝕性的 那這樣子它就已經有傷了 可是它腐蝕下去的時候 那種腿爪的表皮 那種腐蝕掉一大塊的時候 也許它疼痛的痛感 就會比較緩解 它是用痛苦治療法 其實不是一個很正確啦 可是就是它把它 把它麻掉之類的吧 嚴重腐蝕掉 所以其他皮膚的疾病 不管是說蕃蝕怎麼貼一貼 那一塊也會就不太癢了 因為就止癢啦 那麼辣 對啊 就是貼什麼好像都有用 可是變成是 它變成是最後變成 一個感染的現象 所以就阿伯說 這個真的不能再貼了 花了好久才說服這個伯伯 伯伯後來就好吧 就終於每次聽到我們廣播的時候 就連續就只好 就連續頻繁看著 大概過了兩三個禮拜 那個傷口才完全癒合 可是後來就一塊疤在那邊 對 可是有一支你知道我在偏鄉 拍戲的時候 然後在外地 然後他們的醫療資源也就不發達 然後有一天拍戲的時候 就不小心眼睛就差點被那個 因為我們是拍打戲 然後眼睛又不小心被化到 所以就有一點一直在 我眼睛張不開 就一直在流眼淚 然後很猴 然後他們就說 趕快快點送 因為還有幾個月的戲 還沒有拍 就是如果我真的都不能化妝的話 或是這樣不聯繫 所以就趕快說送到最近的醫院去 好 最近的醫院真的 開車 我們是開車 要五十分鐘 然後後來我們到了那邊之後 五十分鐘去那邊 應該眼淚都流乾了吧 就是真的一直在流 然後眼睛都髒不開 對 開始頭暈 我那時候超怕就是萬一我要失明 就是化到怎麼會 那麼久眼睛都髒不開 然後到了醫院之後就講說 剛剛就是不小心 有化到眼睛這樣子 然後醫生說 他就說你出來你出來 我說為什麼要叫我出去 他說沒有沒有 你出來你出來 就一直叫我出去 走到醫院外面 然後叫我看著太陽 然後把眼睛這樣撐開 他幫我看 然後開完之後 還好啦 沒事沒事 他跟你說沒事你相信 然後他說我給你開一個藥水 然後再給你一點藥 回去吃一支 藥水點一點就沒事了 那為什麼要出去看太陽 因為他們沒有設備 裡面太暗看不到 對 所以真的是出去對著太陽的 但是後來回家之後 慢慢就好了 就眼睛都慢慢恢復正常這樣 就還好我沒瞎 但是就是也很特別的經驗 從來沒看過醫生看 診診太陽的吧 其實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看醫生真的很方便 你知道因為坐坐就去很多地方 他也是 到一個地方大概是零下 那天是零下二十四度 然後也是 然後他結冰了 對 就是冷到一個爆炸 然後可是就是還是滿滿的 那那時候已經是要做醫美 就想說已經零下二十四度 這麼冷還需要做醫美 都已經僵掉了 你都還是結冰了 你還要做什麼醫美 可是就是還是滿滿 大家都還是來 然後就是坐坐就說 問他們說 這麼冷你們怎麼還出門 不帶在家 他說沒有 今天很暖和 明天負四十度 就是整個你知道 其實我們很難想像 那種生活狀態不太一樣 對 都不一樣 但蕭威師終於要帶我們去 比較遠一點的地方了 好喔 對 但是我這個經驗有點噁心 為什麼 好吧 我們來看看好了 好 就是我十年前在波蘭實習的時候 遇到的一件事 對 東歐 那好 那個十年前 其實東歐已經從 從這個共產國家已經解放 也十多年了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像成 一個太落後的位置 是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在歐洲實習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是遇到一個 五十歲的大叔 冬天 他因為很怕冷 所以他就是把那個暖爐 放在他的腳邊 對 結果呢 就是一個睡著了 不小心燙傷了 對 因為其實暖爐這種東西 說真的有時候 你如果不是調很燙 它反而是變成溫水煮青 對 那這種東西 這種燙傷其實很難處理 然後伯伯就這樣燙傷 腳就爛掉 所以他就到醫院 結果發現 他是一個糖尿病患者 所以這個傷口 勢必一定很不好 很難好 很不容易好 再加上我們的腳底板 本來它的這個血液循環 本來就是最差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傷口 對於外科來說 這個位置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很難處理 再加上又有糖尿病 那因為這樣子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還是要把它這個 爛掉的肉清掉 因為你清掉了肉之後 它才有 好的肉才有空間 去生長出來 它才有辦法癒合 偏偏我們老師 一把這個病人麻醉之後 他就整個全身大過敏 整個就是喘不過氣來 然後還要用那個 腎上腺素針 這樣直接給它打下去 為什麼要打腎上腺素針嗎 它是過敏 因為過敏 其實在國外 他們的一般標準作用是 比針 這個腎上腺素的比針 直接擦肌肉 這是國外的標準做 標準做法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人不敢這樣做 因為我們台灣人 有時候這樣做 有時候反應會過頭 對所以我們台灣人 對於過敏的處理 會比較溫和一點 對 但是國外他們就不管 他看到你那個猴頭 都鎖緊了 趕快先插下去 先救命再生 因為他們有些 過敏反應會非常的 非常的嚴重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